我们看这一题 这题他说过圆锡 这个圆的话是等于多少 是x-1的平方 加y-2的平方 等于4 所以半径是2 圆锡在1、2上面 然后他说过圆外一点 他的切线的斜率也会合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更好计算 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往下平移 平移啊 这往左平移单位 往下平移两单位的话 他的切线斜率还是不会改变 那我就用平移以后的情况 来求他的斜率 那平移完以后的话 这个就变成多少 圆锡就变成00 那这个的话就是-1-2 这是-1-2 -1的话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4 -1又是1 那现在1的话 他的斜率我叫做m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圆锡到达这条 这个切线 这个切线的话呢 他斜率是m 所以这个切线 我可以设成是y-1 等于m x-4 好 那么圆点 就是圆心到达这条直线的距离呢 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2 那我要写成呢 一般式 就是mx 然后呢 -y-4m 加1 等于0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距离低 就是2 这个就是半径 距离等于半径 这等于多少呢 他根号多少呢 m的平方嘛 加-1的平方 就1的平方嘛 他分数多少呢 带0,0下去嘛 就剩下这个 1-4m 那的话移过去以后 给他平方 这4m 没错 -1 没错 好,那就是2倍多少呢 2倍的m平方加1 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平方 16m 那减掉多少呢 减掉8m的加1 好 那这个把他移过来 在16m平方 变成14 m平方呢 减掉8m 减1 等于0 这可能有算错 看哪里算错了 看哪里算错了 这是1 1跟2 1跟2没有错 5、2也没有错 移过来 -1、-2 -1是4 哦,没有 这要-2 -1、-2 只要-1、-2 -2以后这变成0 这样子才对 这样子才对 所以呢 这个没有 好,那没有以后的话 那这个的话呢 就等于多少 我要减掉这个 就只有这个而已 等于0嘛 好,那你带掉以后的话呢 就只有什么呢 这没有什么 就是-4m 那-4m的话 我就约掉 约掉这里 -2 然后平方以后 这平方以后 这平方以后 就变成4m平方 那这等于m平方 加1 1过去 这3m平方 等于1 m平方的话 等于多少呢 3分之1 所以m的话 等于正乎 根号3分之1 你今天和母有理化的话 就是3分之正乎 根号3 所以这一题 答案是3分之正乎 根号3 答案应该要选例